台中市政府105年初公告的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深媒及禁用植油胶自治条例 2号上午蓝营议员质疑中央根本没有完成备查 认为市长公然打假球 对此市长延嘉隆表示 这项自治条例先前已经生效且送行政院备查 而且正在实施中 法事局也说明这项条例属于备查案 加上中央并未涵告无效 程序完备 台中市政府领先全国制定深媒管制自治条例 105年1月26号已经公布生效 要求中火4年减深媒四成 不过却有蓝营议员质疑 这自治条例到现在还没完成备查程序 没走完法定程序认为市长公然打假球 关于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深媒及禁用石油胶自治条例 到底有没有经过中央备查完成法定程序 嘴炮市长 市长你要不要表达一下 要不要跟台中市市民道歉 你空屋改善打假球 市府法治局说明市议会制定的深媒自治条例 是送请行政院被查并非核定 因此无需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议会通过即行生效 此外行政院对市府送请被查含的回复是在家研议 并未宣告无效 因此深媒自治条例仍然继续有效 当我们自治条例通过之后 送行政院被查就已经生效 那目前这个深媒管制自治条例就在实施中 本案的那个深媒管制自治条例来讲的话 它的罚则第7条是 一空气污染防治法处罚 我们并没有另定罚则 所以在程序上是一个被查案 市府环保局也强调深媒管制自治条例的减媒规定 发挥约束中火的效果 在4年减4成的目标下 第一阶段市府已经削减中火深媒许可量500万吨 未来也会继续努力持续提升台中市的空气品质 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导 1701 9 感谢观看